第一步我們就用Find好了 那我是建議你先找有刮斧按確定 然後Find什麼呢?Find前刮斧 所以你就先打一個前刮斧 然後呢在哪邊找?在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這樣就OK了 所以找前刮斧去哪邊找?去這邊找 但是特別注意喔 那個前刮斧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一般輸入是半型的刮斧 可是也有可能就是有沒有 我們習慣用輸入用全型 那全型跟半型 在Excel裡面是認為是不一樣的東西喔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發現 那用什麼方式比較容易辨識喔 如果說你今天你輸入這個東西 在這個範圍裡面發現它有給你 那表示應該是對的是半型 但是如果你這樣做 發現它奇怪怎麼沒有東西出現 那表示你這邊可能要改成全型 才有辦法找到 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第一個它跟我講前刮斧在第三個 那當然後刮斧就一樣的公式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直接 再把這個公式減下 插入一個函數喔 我習慣是減下不包含等號喔 然後MID的函數 切割嘛 以後如果說你第二步找到頭找到尾 然後切割的話 用MID MID的話跟他講說 TEST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那從哪一個字開始 STAR LUMBER 從前刮斧的位置加1 然後呢 LUMBER CHARGE是幾個字 那就是從後刮斧的位置 所以記得把這個公式貼上之後喔 然後改成後刮斧 剪掉什麼呢 剪掉前刮斧的位置 那前刮斧位置會 要向後一個啦 所以再把它剪掉1 這樣的話呢 我們剛剛好就是這個結果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再向上填滿 OK 那當然會有錯誤 錯誤怎麼辦 再把公式剪下 剪下之後的話呢 利用我們上個禮拜 又多講一個叫邏輯 邏輯裡面有一個IFER 那未來當然我建議就是 你慢慢要習慣前面到底的敘述啦 你如果看得懂的話 或者慢慢熟悉它的話 那你就比較知道 這個該給它什麼東西 VALUE的話就是給我一個東西 給我一個值 那值的話指的就是說 你現在儲存格裡面的東西 那我們剛好剪下公式把它貼上就可以 所以這一段東西啦 其實就是刮斧裡面的值 那如果錯誤的話呢 那我給它沒有 沒有的話就是兩個雙引號 特別就是這兩個雙引號 蠻重要的喔 很多地方 沒有東西不是保持空白 沒有東西是兩個雙引號 OK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把它向上填滿 跟向下填滿的話 那基本上喔 沒改到 沒改到 剛剛沒打過 OK 剪下 然後邏輯裡面 IFER 貼 然後這個雙引號 按個確定 然後再向上填滿 不見了 向下填滿 這樣也不見了 OK 那這個IFER還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函數 所以呢 那個 他的Excel檔案裡面 就充滿了很多 緊字號開頭的東西 所以以後如果你希望 你的工作表裡面 出現什麼緊開頭的 緊NA啦 緊等等的 你就是記得 用這個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特別注意喔 這個 這個函數喔 在2007以後才有喔 那也就是2003有沒有 如果你的版本是2003的話 很抱歉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函數喔 因為之前就有同學 欸他回去 奇怪怎麼沒有喔 原來他的版本203 那如果203的話 可能你就要用別的函數了 如果別的函數的話 如果不用這個方法喔 也還是可以做得出來啦 只是 相對的比較麻煩 之後我們有遇到 我們再來看好了 OK好 然後 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後面 這個 這個東西就可以把它刪掉 其實就不需要啦 或者把它隱藏起來也可以 好 這樣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不過 我們現在做完了 但是呢 如果說 這裡面會需要 這麼多的公式才能完成 那我如果希望能夠把它變VBA的話 OK 所以待會請各位喔 再按Ctrl鍵拖拉 複製一個工作表 名稱叫VBA 那我們待會要練習就是說 把上個禮拜交的VBA 在這邊 就再做一次 好 那我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做一個按鈕 按下它 可以自動把結果輸出 但是這個地方後面是 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自動填上的是填一個公式喔 所以這個地方 就上個禮拜講的 第一個是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十列 輸出到Sales的i列的B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把這個公式貼到那個裡面去 上個禮拜講到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後如果你要把你會的公式 變成VBA的話 這一招是最簡單的 以後你想說 老師我要做 做個按鈕 那我怎麼做最簡單 也就是這一招就好了 當然你也可以用錄製聚集啦 如果我發現錄製聚集啊 其實它就是自動程式幫你 它會寫很多 你可能沒辦法掌握的地方太多了 好 我是比較建議你用VBA的方法 另外再一個清除 清除其實這個 這兩個其實 基本上程式都差不多 後面的東西不一樣 最後的話 如果說我不希望說 這個是丟一個公式嘛 如果說我不希望丟公式 我要把結果做完 在VBA裡面處理完之後 再丟出來 可是第三個比較困難 為什麼 因為第三個 你可能要需要知道 Find函數 如果在VBA裡面 有沒有其他函數 或者它是不是用Find 如果不用Find函數 那VBA裡面有沒有其他函數 也是一樣可以找 那個儲存格裡面 刮斧的位置 因為如果它 我之前講過啦 Excel的函數跟VBA函數 兩邊是不相通的 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像我們之前 不是有用到一個 Excel裡面叫 TES TES 有沒有 那在VBA裡面叫Formator 所以你可能要 如果你要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輸出 是完全把做完的結果 丟出來的話 那你可能要知道 VBA裡面有沒有什麼函數 可以跟Excel裡面的函數 用法差不多 結果把它輸出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請各位 先試試看 把這個部分先做完 並且思考一下 這三個按鈕怎麼做 画面先还给我一下